在还原了5月23号当天的惊恐90分钟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 事后发展大家知道 就是在相会当中 董军讲了很多话 非常强硬 对付台独武装 称呼也变了 台独武装就像是 翁中作憋不足挂齿 然后到了6月5号 就前天金门海域出现了四艘大陆海警船 马祖海域出现了一艘大陆海警船 然后同日赖清德在中常会中讲了 愿意两岸对话交流 当然并没有创造条件 然后过去24小时当中 我们又征获了16共机船舰等等 在周边活动 之前还进入了所谓的警戒区 我们之前还讨论什么是警戒区 然后你就看到我们的棚房部 6月6号当天有好几个操演 棚房部进行了镇江操演 然后海陆的66旅布尔营 也进行了特工联的一个操演高速抢摊 然后6月5号 花东防指挥部 也进行了反击作战的一些模拟等等 6月6号 顾力熊 大家之前很关心第一集 现在不讲第一集了 怎么说呢 只要解放军攻击台湾在航基建设施 攻击本岛外岛离岛进到12海里的海空域 台军就可以行使自卫权 什么样的自卫权呢 依比例来反击 就看当时的情节轻重再来决定 所以没有第一集 过去大家都讲第一集 现在没有第一集 当时降低敏感度了 只有自卫权的行使 也就是说呢 只要进到12海里 我们可以反击 虽然不叫做自卫权 但是是反击 明确的讲 就是12海里 然后就是美国智库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些封锁隔离等等 特别点出了高雄港 丽将军怎么看 第一个 我说这个顾力熊 他真的是学法律出身的 所以他用法律的思维来考虑军事 你看自卫权 我们通常军人不讲自卫权的 因为这好像是法律的用词 他要等比例原则 他要引述联合国宪章 对 就是法律人的思维嘛 就是你看我一枪 我也只能看你一枪 对不对 然后我合理行使自卫权 我们前两天一直在猜测说 国防部讲的说应变趋势指哪里 我觉得顾力熊讲的很明白了 从他这次讲话我们可以知道 那天我一直注意到这个情报次长 他回答记者问题 他说敌人进入这个应变区 可是记者就问他 什么叫做应变区 是多远 因为记者的概念就是多远 因为过去没有这样讲嘛 所以你要跟我讲多远 就他一直不讲 他说就是应变区 那现在证明应变区 我觉得是指哪里 是24海里到12海里 那应该已经进来了24海里 但是还没有到12海里 那是不是国防部把这个定义为应变区 那他如果说那天讲说已经进入到我们24海里 临街区 民众会很恐慌 所以情报次长是不是那天用一个应变区来形容 但是还没有到12海里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24海里到12海里之间 这个区域叫应变区 但是第二个我特别要讲说这个所谓这个行使自卫权跟等比例原则 这个是法律上的用词军人不讲这一套 我跟你讲军人讲的什么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者相逢先下手者之胜 对不对谁先下手谁先赢 我们所谓的先下手围墙嘛 那军队打仗哪在跟你讲说是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自卫啊或者是等比例原则 难道你用步枪打我也只能用步枪还击吗 对不对你用炮打我也只能用炮还击 不是的那就是那12海里代表什么概念 12海里如果说飞机来讲的话是一分钟 一分钟就凌空了 那这种距离来讲大概只有22公里 就是台北到桃园还不到 可能是领口到桃园这种距离 你想想看 这种如果说你到那种距离 你还有时间什么应变吗 是啊所以等等 所以到应变区我方的处置方式就是喊话嘛 驱离嘛对不对 目前啦目前看起来当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讲 好像从12海里到24海里就是喊话跟驱离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陆这两天 很多军事博主这个嬉笑怒骂 在指这个部分 那进到12海里之后就可以反击 不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不晓得顾立后你要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军人来讲精神不对什么叫自卫权 对不对那你要讲清楚 你不能说我用一个这种含糊的法律名词 那我们不懂法律的 他说一比例啊 一比例那是不是敌人开枪我才能开枪 还是说要等敌人先开枪我才能开枪 还是说是他要是丢炸弹我才能够射飞弹 我觉得这东西你要 对嘛到底是什么呢 你要跟我们讲清楚 所以假设他进到12海里 但是他既没开枪也没丢飞弹 然后呢 然后就互相喊话嘛 12海里还喊话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6月6号澎湖防部 这个镇江操演 还有这个花中指挥部这些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 后面所代表含义 真的是兵凶战委 为什么呢 因为澎湖我特别注意到 以前我是澎湖防卫旅的旅长 所以我特别注意澎湖 这个地方其实太敏感 我很注意澎湖 那澎湖你怎么镇江操演 你一年来讲的话 才两个月你搞了三次镇江操演 就假如说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一年搞三次汉光演习 还两个月时间搞三次汉光演习 你会不会这种频率太密集了 我觉得5月份一次嘛 然后大概6月初一次 6月6号又一次 那这个密集度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为什么这么密集这么紧张 在做这种操演 而且以往来讲 这种操演有一点这种大内宣的意思 会邀请记者去参观 那我问一下李将军 以前都说如果解放军攻台 要先夺澎湖 现在还是吗 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 应该还是 因为澎湖来讲 如果说这个 你不先拿下来的话 其实你如果说直接越过澎湖 打台湾对你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澎湖可以从屁股后面打你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举例来讲 你如果说是在台南那个地方登陆 那我澎湖如果还在我手机手上 我是不是从屁股后面打你 其实我们军事上面有一种 阵力叫做反射击阵力 你看好几个岛 包括龟山岛或这些岛 为什么它或者是澎湖的湖景 它就是反射击阵力的概念 你如果不打一下我这个岛 你直接越过我这个本岛 去攻击你主要要打 那我可以从后面来讲反击你 所以我觉得澎湖来讲 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一个地点 那尤其他又是这个义工难守 那澎湖会这边连续短短的两个月 做三次的镇江操演 代表说澎湖来讲 敌人来讲 或者说我们国防部来讲 都很重视这个地点 但是这个澎湖的这个地形 本来就是我们看到义工难守 那就算这样操演 你觉得以现在的战争态势 能够挡多久 澎湖啊 澎湖我觉得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澎湖已经没有多少驻军了 澎湖主要是海军为主 主要是他是主要海军 那陆军来讲 因为裁军的状况 其实不要讲澎湖 我们台湾本岛驻军都没有多少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当你看顾立雄特别讲一件事情 他讲说官兵要正副主官 要同时休假 可以同时休假 为什么他讲这件事情 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部队里面没有正副主官 没有编制到齐 是这么严重 就像是 就是按理说政府主官 其实不是两个 是三个 连长 副连长 还有一个辅导长 那代表什么 可能这个连里面 是不是只剩下两个人 那你这种状况休假 因为基层干部不足啊 你入军官校 这个每年毕业多少人 你可以知道 你去看那个毕业名单 你就知道 那你分到所有部队去 你有没有那么多个连长 所以那连长已经 已经干了苦哇哇的 就每天没办法休假 然后每天有这么多事情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人缘不足 所以说顾丽雄才会讲那个话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政府主官可以同时离异 有这么必要性吗 这个难道不能说是 今天来一年有365天 今天礼拜一礼拜二你休假 像我们这边 一般公司行号来讲的话 大家也就是排轮流休假 也不至于说是同时今天 这个放空城大家都休假 那会做到这种程度 代表说是我们基层干部人数不够 所以顾丽雄才会讲同时休假 那在目前我们自己本身 兵源不足的状况下 那澎湖你根本不要讲 今天包括连这个总统府的宪兵营 他是也说承认边线比只有百分之六十几 那你想想看澎湖的边线比多少 所以你不得不靠这种 郑林江操演或开开战车 来给敌人做做样子 你说要我评估真的能够守多久 其实如果说是按照解放军那天 23 24号的那种状况来讲 他从开始发布到 实际上面动员45分钟 我跟你讲澎湖真的是反应不及 反应不及 因为你连到军业室里面去拿枪 把这个枪再去拿子弹 子弹再装到弹架里面 都绝对超过一个钟头以上 那我们现在阿兵哥不是枪随时在身上 子弹不是随时都在弹夹里面 子弹是在弹药库里面 弹药库是在弹药箱里面 你要把弹药箱拿出来 再把弹药箱打开 然后再把子弹一发发拿出来 我建议我们赖金的总统哪一天 你到部队里面去 你问连长一件事情 请问连长你的弹药库在哪里 你看看有几个连长 知道他弹药库在哪里 以前我们战备是什么战备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战备的时候 是子弹装在弹夹里面 弹夹然后整个放在卡车上面 就是那卡车是下雨 刮风下雨 那劈个雨 卡车就停在那边 随时人员只要一出来 只要是上了车子 弹夹就拿出来 你这样才能够战备 那45分钟 我跟你讲真的是连提领弹药 连装上子弹都来不及 对而且更可怕的时候 就是没有任何的资讯 你不要说这个5月23号 这个围台军演 包括事后的战备警循都是一样 就是说开始就开始了 突然之间 所以反应呢 当然这个如果说有讯息的话 你可以准备 所以现在就是不断地操演 这两天如果说 你注意这个议题的话 你就会发现各式各样 零零碎碎的议题 有没有 它没有放在同一个版面 但是加在一起看 可以看得到全面上的一个紧张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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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